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字幕提供 講晚白曉生 又是我們 支持巴打台的Facebook專頁Youtube channel 讚好分享留言 建設性留言 可以吊,吊他就行了 不要緊,可以照吊,幫我吊體 我們都支持他老朋友的,大肥的Facebook專頁 雖然大家分了台,他一不可 但都是Fan底 亦都可以課金給我們台的主持 例如這個強國生還者 他們都很有心做 例如這個,兩個Peter哥 整萬Mill當然要多些支持 我們這些 比較小眾一點 都沒有所謂的,經濟都沒有壓力 如果你想課金給我們,不要緊 去給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我家是一個有需要的小朋友嗎? 還有健康食品,提升身體免疫力 因為現在整個城市都充滿TiGas 即是TG TG放題 是不是呢? 身體功能都比較差 如果是阿科得起的 你買這些吧 阿科不起的,有個中醫地方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藥都可以的 甚麼呀? 這樣不說就算了 甚麼來的,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不要緊,我們先說天子4 天子4的主角在哪裡 李世文啊 李世文啊 不,摩可葉 你這個玩東西 主角是摩可葉 不是李世文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這樣覺得呢? 因為摩可葉由頭大到尾 成本書 他是最厲害的 其實他到最後是最接近佛祖的 甚麼?他有佛力 不是接近佛祖 他可以成佛,他不成佛 回去救李世文 其實這個故事已經結束了 老實說 哪方面over 其實挺好的 天子4反而 天子4是 如果你由1,2,3,4去算 天子4反而的結構是最好的 最完整 最完整 因為他一個故事結束了 一個BOSS打完 到另一個 到另一個 是起承轉塔很好的 一個階段 一個chapter 摩可葉的成佛 佛學來說不可以這樣成佛 他只是正德羅漢果 正德羅漢果 正德羅漢果 正德阿羅漢果 即是他可以看破生死 免於輪迴 那你做了羅漢之後 你再修行幾世之後 才可以得到菩薩道 菩薩之後要有多少個品位 才可以成佛 那你說太冷的心了 你公仔書你哪有講到這些 你說他可以成佛 他可以成佛 你怎麼亂說 那你說編劇亂說 你只可以說 但是他一開始 他堆倒了張良 那裏就很堅囂 他只是一口真氣 那時候說他是拿來刀 但他的功力 他的功力是一樣的 無關事的 他一口真氣 是把他全部功力 留在那一口真氣 留在那條絲那裏 他是等於現世的張良 一樣功夫 但他一招就搞定了他 他無意為計 頂了一招 他自己的真氣 金身都破了 玩完了 打下去打你張良 如果這樣算 幾百年的功力 是吧 我覺得這樣不對 你覺得第一期 李世民殺李世民 這一幕 你覺得好不好看 好看 我覺得有點無厘 不會 因為我第一次看 我是完全沒有感覺 我是完全沒有感覺 你突出了一個 主角那個 內心的矛盾 悲喜的性格 但是他這件事 他是做了一個 幾乎是一百期的伏線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 殺了他自己的哥哥 令到自己有心魔 令到自己的魚雷神掌 還未練成 講開列 魚雷神掌 是天子四的 你們會不會覺得 是 魚雷神掌炒冷飯 還是天子四 結合魚雷神掌 是一個很成功的元素 好成功 那天子五 就不行了 過份太多了 天子五是過份太多了 你正常龍哥 龍哥兒應該是無敵的 如果練一魚雷神掌 我們下一節講完天子五 我們講回天子四 還有可能 是不是叫缺陷味 因為魚雷神掌 只是出了四色 出了四色 其實好看 我覺得 如果大家 九色的話 打 我覺得反而有點 煩沉 四色剛剛好 沒有關係 李世文的六神訣 其實不可以叫六神訣 因為只有五神訣 因為魚雷破 他從來都沒有練到 就算去到南環練 那個正宗六神訣 都是沒有魚雷破練的 其實我覺得李世文都很慘 魚雷神掌就練不完 六神訣也練不完 但我喜歡楊元錦 楊元錦 他寫得比項羽 是 有血有肉很多 哦 楊元錦 可以說是天子四 我最喜愛的頭三位 李世文都不是 因為李世文的主角 光環 和主角的路 太明顯了 沒有什麼突破 其實如果你說 武功最高 可能是楊元錦 因為楊元錦 是打贏魔可業 然後被炎王 截回地獄 上不來 然後才 收皮 是 還有 真真正正 發揚光大 子雷七擊 其實是楊元錦 因為如果你比較 天子三和天子四的子雷七擊 那個表達方式 其實很不同 因為你好像狂雷震狗 和驚雷震狗 和驚雷震狗 在天子三 一九陽 是第七擊 露雷絲天力地 然後就 如兵 這樣 砍下去 這樣 第八色 就是 天打雷劈 陶真龍 有龍氣 第九色 我們下一節再說 天子四 來說 她的色很多 楊帝那些都可以 就是 他是整個 裘炎克 你又怎麼看呢 裘炎克不行 虎克王拳不錯 我覺得 裘炎克不行 一般東西 但是虎克王拳 但是沒有後繼無人 可以啊 但問題是 天帝都跟我說了 你和李世民比 人家是動日初升 你已經是如日方中 你已經沒有進步空間 不是 直揚 你已經是 如日中天 說他如日中天 然後 你已經去到最頂峰了 不能再上升 不能再進 所以後來的天劍就比了 但如果你這樣算 黃玉朗都很喜歡裘炎克 因為萬雷天劍是裘炎克 他跟李世民有份重駐 因為兩人一起拼了手指 他們兩個招意在裏面 但我覺得 天子4已經是 整個天子是最頂峰的 比天子1好看 因為他內容豐富 首先你一摸開業 拿雷刀去培養李世民 當然好 你說開雷刀 最初是想著李世民拿雷刀 因為你看到廣告也是 未出的廣告也是李世民拿雷刀 李世民是用雷刀劈李世民 打算扶正雷刀 但不知為何 在十多期之後 又扭了策 叫天劍出來 因為天劍是中原天子一物相成 你經常有故事結構 然後到反徐 徐陽帝是波士 又出了楊玄錦 打完之後 裘炎克又跟那個 那個 那個 黃金武士打 白理獨步 其實白理獨步 我覺得這個角色很笨 這麼忠心 下至死不如 哇 多忠心 真是 但他是羅馬人來到中國 是不出奇的 因為你看回 來到不出奇 但有人會對洋港 這麼忠心 塔地那一刻出奇 傳了真氣給他 其實是害咎他的 那他不懂的 鬼佬 哪有懂的 等於你現在教鬼佬功夫 仆街文明棄罪丹田 你教他氣在煎中 再穿上來 其實會爆肺的 他不懂 跟著你學 怎知道 你點他 你運 你的功法 他不懂的 那他相信你 那這件事 不... 後來整個故事帶動 反完除之後 你有曼頭駐天劍 兩個 是不是 兩個 其實黃靈那一幕 都好看 好看 李玄吉 哇 真是好東西 寫得非常好 為什麼會是非常好呢 就是因為 他 這個角色一定要死的 他... 修圖 是啦 他就可以寫到角色很燦爛 這個就是 為什麼一本書 為何要死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吧 你好像龍虎門那樣 人們永遠都不能死 那你就看得到屌 李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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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死的李玄霸來的 是呀 對不起不好意思 你不要吼詞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說你完吉就在那裏被獸皮吞了之後 變成一波 其實我覺得很夠 每個人都死練爛練 你又不用的,被包皮包一包 出來就成功大成 接著就趁楊國死的時候 就吸收他的聲力 到不能夠打的時候 就搖那把太冤魔刀 出來弄了個雙龍大天魔 我覺得很夠 李健成 起碼都被人欺負過 天妖戰甲 苦練一來輪 才叫做好些 李健成應該才是 李家珍正宗 因為他的故事說 李淵的父親李虎 就得到天妖戰甲 由於他們一家人有真龍天子 所以他可以發揮他的功力 但就不受妖氣附身 他的長子又繼承了他爺父戰甲 是不是他才是正宗 李世文真的不應該做皇帝 故事這樣說的話 其實是奪權的 不過他要扭招 其實李世文發動元武門之變 不過他改了 在元武門之變 幾兄弟和我父親一起 為摩可葉 摩可葉就炸死 然後兩兄弟就夾李世文 藍漫那裏可不可以 藍漫 真的不一般 真的不一般 因為沒有人死 每個人打完 楊玄錦打贏 然後就走了 李淵風的道術 崑走了 李淵風那把劍 之後沒出就浪費了 我覺得OK OK 星球大戰 那些人打了 所以不能再出 為什麼要打呢 你抄星球大戰 激光劍 打了 但是他的想法是對的 你把真氣逼出來 逼把劍出來 是OK 每個人有不同的形狀 都說被人打了 你抄星球大戰 就不能再出 那些人的思想不夠錢 等於幾年前天琦被人打 現在 現在 現在是領袖 現在是國父 國父 國父 還有 後來就要打朝陽天師 那怎麼辦呢 朝陽天師 其實有段故事 因為我朋友 有參與過天之四的製作 其實在原武門之邊 沈茶地水嗎 有份量度 拿中生承受長的姐姐 都參加過很多電影的製作 那也算是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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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朋友也算是參加過 倒茶地水 其實原武門之邊 打完之後 就試圖對決 試圖對決 然後就完 但是呢 那時候 因為 有一本新書要出 預算 打完 試圖對決 就完 然後 突然間 老王說 叫停不行 那本事未製作好 要拖一多一年半載 那就糟糕了 唉 死的死 傷的傷 原來神准都練成了 唉 怎樣拖 拖一百幾十日期呢 這樣 拖了三十日期 好像沒有一百幾十日期 打算是四五十期的 天黑漢片 然後 好了 想了完天剛 想了詩仁貴和朝陽回來 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回來 大哥 原天剛那個故事設定錯了 因為 事實來講 原天剛是李淳峰的師父 沒辦法啦 扭桥 沒得扭 要叫他出來 你的樣子很年輕 李淳峰 是師弟 人切 是師弟 很小時候已經有神通 那樣 好了 隔壁出來了 雲天保鑑出來了 很大發揮 打算來了 然後突然間 老王說 不行了 十期之內要完 我新書要出了 好像那時是出天 我忘記了出什麼新書 無虎不實 無虎不實 不買 好像神兵 神兵二 神兵三 將那組人搬去那裡 十期內要完 這樣 扭街了 那便趕快收下 潮仁天絲皮 天嬌 天嬌 原本天嬌 天嬌原本是有善終的 知不知道 原本天嬌說是做皇后的 雖然這個不是屎殺 想著是這樣的 硬弄 天嬌很可憐 原本是做皇后 現在是新手二次 還要被人輪奸 天嬌很可憐 那他也是做皇后追封的 沒問題 唉 真可憐 但是 他有一段 我覺得最棒的是什麼呢 就是朝陽和球炎孝打 因為他們兩個打的時候 他把那個中雲梯 中雲梯心法 由輕功變成腿招 這個權利是通過 承風缺 承風缺嗎 不是中雲梯嗎 承風缺 承風缺 他們的權利是通的 就是我這樣用 低層次的 就等於好像別人 朱家堂囊那樣 剛剛學的 是粗勁 然後你再學修內勁 暗勁 然後見到驚歎勁 那你變成一個層次的嘛 你普通李淳風那些用 或者是袁天江用那些 可能是第一層次 或者到了朝陽和球炎孝 兩個可以打到這麼燦爛的退招 他們兩個呆了那一刻 好正這個 很有深度的 這一段是很有深度的 所以天子四是值得一看再看 還有最後他倆司徒對決的時候 而且他的質素是很高的 司徒對決的時候 他那裡有點抄 抄其他小說的 我覺得是 怎樣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他一個是用仇恨一個愛 愛贏的仇恨 愛贏的仇恨 對 然後還說什麼 用招佛動山河打到他的身上 寧願自身受傷 也不寧願山河受損 用無相佛力去修補山 可不可以 但最後那一刻 我覺得是很昂貴 幫李世民打出佛光初現 然後把魔心拘捕了他 魔海月臨死的時候 用他最後的功力 影響李世民的綠色 就是那個腦 令到他自己 忘記了他做過的壞事 其實我覺得 不用了 還有是超 超現實的 他這一刻 你說得到魔業是神 你可以影響別人的記憶 就可以封鎖某一段 大哥 是不是太過份了 不如直接說 因為李世民知道自己做了這麼多的錯事 所以他更加努力去做一個好皇帝 這樣就可以了 又有陰影 但反過來 因為封鎖了他的記憶 所以可以全心全意去做一個好皇帝 我覺得不合成理 成理 怎會不成理 你現代的科學 你用催眠都可以 將你某部份的記憶洗掉 不是的 讓你自己做錯事 原來我做得這麼多錯事 我一定要更加做得好些 做得好好給別人看 那反差是不是才有這套路 因為你看BBC那些紀錄片 說別人跟你去做一個催眠 他在催眠的時候跟你說幾次 譬如你被你爸爸搞過 或者被你 誰性侵過 說了幾次之後 他在每個腦海裡 有一段 沒有發生過的記憶 你是被別人性侵過 即是他可以寫一些東西 他說過畫面之後 加上你自己腦海裡的想像 變成是你的記憶 反過來 像台灣那些人用前世催眠 為什麼你會怕水呢 就是因為年齡前世浸死了 然後你解開心結 其實是用一個催眠 告訴你你不用怕水的 哦 你的意思是 其實摩開葉是催眠的 你不用問 是的 其實你用現在的科學 你是解釋得到的 不是神怪的 即是你用這個角度去切入了摩開葉 其實就不是封鎖他的記憶 只不過是催眠了他 是的 好厲害 很簡單 其實為什麼佛教是最科學的宗教 雖然時間長了 但是講些什麼 在佛教宇宙觀裡面 有大千世界有小千世界 就是整個宇宙裡面 有這個銀河系 然後到太陽系 到我們地球 地球裡面 甚至螞蟻來講 看到這張桌子已經是等於他們的地球 是符合科學的 那好了 佛祖講過 一支水 有八萬八千蟲 所以要幫它唸經 讓它們往生 其實是等於細菌 對不對 其實很多科學的東西 為何 因果來計 任何科學的角度都是因果 我做這個實驗 A加B等於C 我做了一萬次 或者你做 我做 甚至我兒子做 A加B等於C 這個AB是因 C是果 所以 任何科學的實驗 都是宿命論 都是因果 所以 佛教來講 用因果論 是不是很學科學 科學精神 反過來 你說基督教 某些神學來講 神決定這件事 變成 你將那件事 不能夠很具體的解釋 我不是否定它的宗教 但在邏輯上是這樣 這裏做回個總結 天子4成功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 將很多元素 即是之前的元素 例如天魔 天妖 那些元素 天靖 天靖 沒有 有 天靖 天劍 還有 將天子 將全部元素 融合得很好 加得很好 所以天子4 是 天子系列最成功的作品 沒什麼爭議 還有他用佛和道 佛道兩教 都有體系寫出來 還有適可而止 即是他有心道教 和有心佛教的東西 就不多 不同天節5 天節5 天節5 我有時候看到 有點悶 你加這麼多佛理下去 我都日資多 頂他的肺 你不懂 我對他沒什麼興趣 好啦 那這節長了一點 多謝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 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